蔡總統 請千拜 舊藻礁 請千拜 蔡總統 請千拜 舊藻礁 請千拜 今天我們在這裡舉辦 宋千拜 要總統千拜的活動 其實是源自於6月4號 我們民間團體有跟總統見面 總統現場了解到 藻礁的問題非常嚴重 所以他有提出說 他要創造雙銀的方案 並且開啟溝通的平台 可是呢 之後我們發現到 中油的沉香已經開始放下 那個海事工程 會嚴重影響我們藻礁的工程 已經在進行 並且我們請總統府 溝通協調都沒有辦法成功 這是讓我們非常失望的事情 我們想起2016年總統第一次當選的時候 他曾經在當選感言上 說他們謙卑謙卑再謙卑 那今天在藻礁保育的議題上 在台灣環境的議題上 蔡總統顯然不夠謙卑 所以我們今天聚集了這麼多的朋友 我們帶了上千個杯子來 要寓意告訴總統 請對藻礁謙卑 請對我們的環境謙卑 我記得去年我也在這裡 前年也在這裡 大前年也是在這裡 總統剛就任的時候 他就有說 他希望跟環保團體 可以建立一個長期溝通的管道 因此當時他就有要求我們 不是要求 就是說他有邀請環團 就是定期的到總統府 他的希望是說 讓環團的聲音 可以直達這個執政單位 讓他們可以聽得見 但是我們四年了都在這裡 他們到底是不願意聽 還是不想聽 這我們都非常的質疑 那蔡總統他在就任的時候 他就說他要謙卑再謙卑 因此我們今天在這距離在這裡 我們希望我們這樣的一個活動 可以喚起執政團隊 對於環境的重視 不要再破壞大人藻礁 那因為本來我就是立志要當藝術家 但是呢我在反省的過程當中 如果藝術沒有辦法反映時代精神 藝術如果沒有辦法 那個來描寫 這個大時代的各種議題 那這個藝術家就是在雲端的藝術家 所以呢我覺得透過社會運動的實踐 然後再來從事藝術創作 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 那今天呢 所寫的是謙卑兩個字 不是各位手上看到的DM的謙卑 而是一千個卑子 那用這個謙卑 謙卑 再謙卑呢 來回應了蔡總統在就職的時候呢 他說要對人民謙卑 對大家謙卑 然後呢我們用謙卑來隱喻卑 那現場的每一個人在社會運動裡面 我們是創造性的少數 就是一千個人背後代表 一個人背後代表一千個人的力量 所以今天一百多個人來現場 就代表國家有將近半數以上的人 是非常關心這個議題 而且在這次報名當中啊 有高達五成的朋友來自桃園 那在第一波的提案連署的時候啊 門檻是一千九百多份 但是呢 連署結果是一萬多份 也有高達四成到五成 都是來自桃園 所以呢桃園人 搶救桃園人 天經地義 那麼這是一股 非常不可服飾的力量 而這個運動呢 就是一個公民 不合作運動的序曲 透過這個序曲啊 我們先今天溫柔的對總統喊話 那如果總統對於大潭藻礁的搶救 再不更積極的回應 那這一波一波的公民不合作運動 就會節節上升 而且會創意無窮 其實如果要為國家的能源來講的話 這個地方也不是一個好的地方 因為大家都知道 藻礁這邊 它的環境就是它的海象條件非常的差 過去在今年三月的時候 也因為風浪太大 然後工作團就斷染三條 然後造成嚴重的損失 那我們很期待說 如果說我們真的 政府真的重視天然氣的穩定工藝 應該要把它牽在一個更安全的船坡 不會隨便斷染 然後真的需要天然氣的時候 不會因為海象條件太差 沒有辦法供進的地方 而且這個地方 最早它本來想要蓋九座竹槽 那後來政府縮小了工業區的面積之後 它現在只能蓋兩座竹槽 你破壞這麼珍貴的生態 只能換來兩座竹槽的豬量 這對我們國家的能源供應難道是好的嗎 然後過去選手專家也有提出很多的替代方案 包含台北港 林口港 或是河四中間碼頭 那尤其是台北港它的腹地很大 至少有三個預定地可以使用 它是一個已經開發的人工港口 而且還還正在整大中 總共我們認為政府要好好考慮替代方案 從能源轉型的角度 它應該要選一個真正安全的 它的腹地足夠的地方去做替代方案 而不是在這裡 讓我們很希望能夠把這塊海岸保護下來 台灣已經沒有多少海岸是天然的海岸 那我們的法規其實就是有保護天然海岸的 這樣子的一個規定 今天明知這個地方有珍貴的藻礁 而且是七千年的這樣子孕育出來的 而且是有柴山多貝孔山谷 我們很遺憾 我們很遺憾在可以有替代的這個地點 我們的政府包括地方桃園市政府 包括中央政府都故意忽視這樣子的一個事實 所以民間珍愛藻礁 總統也表示過珍愛藻礁 但是總統明顯已經忘了他的承諾 我們好調達一下 Monkey